明月几时有,把酒问清天 这一首诗词不知倾倒了多少中秋赏月之人 中秋节是我国传统的节日 中秋节的活动都是围绕着月进行的 古往今来有许多的文人知识用月亮来象征圣洁 纯洁以及美好的事物 本文就把对一切美好事物的热烈追求 这种思想感情浓缩到对月记的追逐之中 这是独具一格的构思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去和这些可爱的孩子们追寻月亮的足迹吧 那通过这篇课文的学习 我们希望大家能够达到这几个小目标 首先我们要学会掌握这篇课文当中的重点生字词 最重要的呢就是要理解课文当中的内容 然后去感受孩子们丰富的心灵世界 体验一下作者他那种神奇的想象 体会文中蕴含到哲理 这也是我们的难点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需要认识的生字 我们一起来读一遍 我们一起来读一遍 雷 鸟 长 鹅 急 肚 词 我们再来看一组多音字 这个字有两个读音 读作三声的时候 巧 主词可以为巧然无声 一声的时候读作 敲 静 敲 敲 我们再来读一遍 巧 巧然无声 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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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一个多音字 这个字呢它有三个读音 读作二声的时候就是 累赘 读作三声的时候 累计 读作四声的时候 劳累 我们再来读一遍 累赘 累计 劳累 那这篇课文的作者叫什么呢 叫做贾平蛙 注意这个字的发音读作蛙字 贾平蛙老先生呢 他是陕西丹凤人 是我国的当代作家 可以说他是一个非常有才气的一个作家 他主要就是写长篇小说以及中短篇小说 当然也包括散文 可以说贾平蛙老先生呢 他的这个名字的来历非常有趣 实际上他的名字呢叫贾里平 在陕西农村呢农村人都叫他平蛙 平蛙同这个发音呢 同这个蛙字是非常像的 所以贾里平呢就起了自己的笔名就叫做贾平蛙 实际上他的名字还是叫贾里平 那我们这篇课文《乐记》实际上也是出自于他的散文《乐记》当中的一篇 人们都说散文是行散神不散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感受一下贾平蛙老先生 他的散文的精髓所在吧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部分 我们这些孩子什么都觉得新鲜 又常常什么都觉得不满足 中秋的夜里我们在院子里盼着月亮 好久却不见出来 便坐回中堂里 放了竹窗帘闷着 缠着奶奶说故事 奶奶是会说故事的 说了一个我们还要她再说一个 奶奶突然说月亮进来了 第一句话 我们这些孩子什么都觉得新鲜 又常常什么都觉得不满足 就道出了孩子们的一个共同特点 那就是富有好奇心 奶奶最后突然说月亮进来了 奶奶的意思是什么呢 奶奶的用意是什么呢 奶奶有意应当我们去寻月 去寻美 这就是第一部分 写中秋夜晚 我们盼月亮 我们看时 那竹窗帘里果然有了月亮 款款的草莓声的溜进来 出现在窗前的穿衣镜上了 原来月亮是长了腿的 爬着那竹帘阁 先是一个白道 算是半圆 渐渐的爬得高了 穿衣镜上的圆便满盈了 我们都高兴起来 又都顶住气 生怕那是个陈影变的 会一口气吹跑了呢 月亮还在竹帘上爬 那满园却慢慢又亏了 末了便全没了踪迹 只留下一个空镜 一个失望 奶奶说 她走了 她是匆匆的 你们快出去寻月吧 先是一个白道 再是半圆 渐渐的爬得高了 穿衣镜上的圆便满盈了 这一句话 就是在描写 月亮溜进屋里的场景和过程 这一自然段呢 就是在写月亮的足迹 出现在屋里的过程 我们都跑了出去 她果然就在院子里 但再也不是那么一个满满的圆了 满院子里的白光 是郁郁的 阴阴的 灯光也没有这般亮的 院子的中央处 是那棵粗粗的桂树 树树的枝 树树的叶 桂花还没有开 却有了雷雷的五朵了 我们都走进去 不知道那个满园去哪了 却一心这骨朵是繁星变的 抬头看着天空 星儿似乎就比平日少了许多 月亮正在头顶 明显大多了 也圆多了 轻轻细细 看见里边有个什么东西 那这一次人段就是在写 我们在院子里看到了 月亮中有东西 这第二部分呢 就主要写了我们看月的整个情景 接下来第三部分 奶奶 那月上是什么呢 我问 是树孩子 奶奶说 什么树呢 桂树 我们都面面相觑了 疏忽间 哪儿好像有了一种气息 就在我们身后 鸟鸟 到了头发梢上 听了一种淡淡的 痒痒的感觉 似乎我们已在月里了 那月桂分明就是 我们身后的这一颗了 奶奶的话就引起了 我们这种美好的联想 看好像哪儿有了一种气息 就在我们身后鸟鸟 而且还有一种痒痒的感觉 接下来奶奶又说 奶奶瞧着我们就笑了 傻孩子 那里边已经有人了呢 谁 我们都吃惊了 嫦娥 奶奶说 嫦娥是谁 一个女子 哦 一个女子 我想 月亮里地 该是银铺的 墙该是玉器的 那么 那么好的地方 配住的 一定是 一个 十分漂亮的女子了 那奶奶就告诉我们 其实呢 月亮里已经有 嫦娥 住了 而且 我就发挥想象了 那月亮里 地是银铺的 墙是玉器的 而且这个女子 也是非常的 漂亮的 接下来又说 有三妹漂亮吗 和三妹一样漂亮的 三妹就乐了 啊 月亮是属于我的了 三妹是我们中最漂亮的 我们都羡慕起来 望着她的狂样 心里却有了一丝极度 我们便争执起来 每个人都说 月亮是属于自己的 我们就是想让月亮属于自己 所以呢 就引发了争执 而且我们羡慕 三妹 而且看过了她的那种 狂样 所以就发生了争执 说月亮都是属于自己的 这就是第三部分 写我们 一月 奶奶和我们共同讨论 这个神奇的月亮 上面住着嫦娥 而且还引发了我们的争执 接下来奶奶说 月亮是每个人的 她并没有走 你们去找她吧 我们越发觉得奇了 便在院子里找起来 妙极了 她真没有走掉 我们很快就在葡萄叶上 瓷花盆上 爷爷的仙日上 找到了 我们来了兴趣 竟然竟寻出院门 那听了奶奶说的话 我们就去找了 而且在院内找到了月亮 而且最后还寻出了院门 在这一个自然段当中 就是属于一个过渡段 那月亮出现在这些地方上 葡萄叶上 瓷花盆上 以及爷爷的仙日上 那月亮在外面 月亮在外面的哪呢 在外面能找到月亮吗 月门外是一条小河 河水细细的 却迈着一大片的净沙 全没白日那么的粗糙 灿烂的闪着荧光 我们从沙滩上跑过去 弟弟刚站到河的上弯 就大呼小叫 月亮在这儿 妹妹几乎同时在下弯喊道 月亮在这儿 可以看出这个大呼小叫 看得出弟弟十分的惊喜 而且还想引人注目 大呼小叫说 月亮在这儿 而月亮的足迹 在这一自然段中 我们可以看得出月亮 它在小河里 在沙滩上 那我呢 我两处去看了 两处的水里都有月亮 沿着河边跑 哪一处的水里都有月亮 我们都看向天上 我突然又在弟弟妹妹的眼睛里 看到了小小的月亮 我想 我的眼睛里也一定是会有的 哦 月亮竟是这么多 只要你愿意 它就有了力 可以说 月亮的足迹 最后是出现在我们的眼睛里的 只要我们愿意 它就是有的 我们坐在沙滩上 居着沙 瞧那光辉 正像奶奶说的那样 它是属于我们的 每个人的 我们又仰起头来 看那天上的月亮 月亮白光光的 在天空上 我突然觉得我们有了月亮 那无边无际的天空 也是我们的了 那这段话 它深刻的含义在哪里呢 我们来一起体会一下 孩子们通过寻月认识到 月亮 天空 及未来的一切 都是属于我们的 而要想得到这些 必须努力去寻找 这也就是第四部分 写我们在院子里 沙滩上 以及弟弟妹妹的眼睛里 都看到了月亮 可以说月亮 只要我们去寻找 它就一定会存在 那通过梳理了这篇课文 接下来让我们做一下立题 来加深一下 对这篇课文的理解 首先用恰当的四字词语 代替剧中的画线部分 我们有了月亮 那没有编辑 十分辽阔的天空 那没有编辑 十分辽阔的天空 也是我们的了 没有编辑 十分辽阔 在这里我们可以 用无边无际 地里刚站到河的上弯 就高一声 低一声的呼喊 月亮在这儿 那我们联系一下文章 那在这里我们可以用 什么呀 大呼小叫 第三个 我们都 你看我 我看你 互相望着 都不说话 你看我 我看你 互相望着 都不说话 我们可以换作 面面相去 也是课文原文当中出现的 那第二个题 我们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文中写孩子们 寻乐的全过程 也交织着孩子们的感情 你能将他们的感情变化 梳理出来吗 那么通过 我们这篇文章的梳理 我们可以非常 简单的 轻松的把他们的感情 通过这个寻乐的过程 结合这个寻乐的过程 来把他们的感情变化 来一一对应 一一梳理 那这就是最终的一个感情的变化 从刚开始的失望到喜爱 最后到渴望 最后到满足 失望是因为月亮突然从屋里没了 喜爱是因为什么呢 奶奶告诉我们 月亮呀 它上面住着嫦娥 而渴望又是什么呢 奶奶就说了 月亮是属于每一个人的 那么我们都渴望 月亮是属于自己的 最后满足是什么呢 通过寻月的整个过程 发现只要我们努力去寻找 我们就一定会得到月亮 而且只要我们想要 只要我们通过努力 不仅仅是月亮 未来也是属于我们的 这就是这篇课文当中 所蕴含的深刻的哲理 就是需要我们去努力去寻找 才能得到自己想要的 才能达到自己的目标 所以呢 本文就是通过这个 有趣的寻月活动 既展现了美丽的月色 也赞美了孩子们那种 纯洁美丽的心灵 突出了孩子们 对美好事物的那种愿望 同时也告诉我们 美属于每一个人 人人都应该拥有美 人人也都应该去追求美 不要放弃追求美 这样美才是属于我们的 好了 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